一如导演刘嘉诚的风格 经历剧的一把好手 从傻春开始 刘嘉诚就一直耕耘在经历剧里 演员不够时尚 剧情不够长流 又没有所谓流量小生的冲场 分不靠的剧作 居然还能取得如此交际 人人颇多 剧数几条 剧中演员的卓越演技 会是内容的深厚底蜜 观众审美的品味提高 流浪经济的逐渐淡化 一切都是剧情为王时代 带来的真正啊 说起这个 小编相当欣赖了 说起一部剧的成功 演员是很重要的一部因素 而这部剧取是的关键因素 也就在于刘嘉诚 写了一批让实力说话的好演员 没有一个所谓当红营兴的初吻 都是一个个勇进派 和冰和冰很早就红了 但是这个红绝对不是大红带子 没有大票的粉丝在后面疯狂力挺 有的只是抹出一部剧 就有不少观众津津津乐道的追之不放 大宋平行观礼和冰饰远的送词 就让人印象深刻 冷静立成远开始 完全符合一个法医的形象 而军区的交错则是 请满四合认中的和宇柱 不同于送词的成拙 和宇柱是反倒直容 一副战役心肠 这是他经历剧的开始 而之那胡同里 和冰又做了一次经营 百姨雅字号降派 传言严正生 降派是什么 是一种文化 而做降派的人 则是文化的传承员 每有群两次和宇柱爽快豪气的直言直语 严正生逼掉而泪脸 拥有寡断又不凡正义 河滨接地剧的表演 全是出了这个角色身上所有的性格特征 拿北京人的烟火气 表面张月石泽西梦的心理 没有一定的功语 演不出这个角色的深刻感 而中文人河滨却的好处 黄欧王欧是谁 北京大面露春花 这部剧是王欧的一次挑战 还记得上次的她 还是蓝牙榜里的心肌女情帮若 在之前还是伪装者里的汪漫春 一个稳断心狠 一个心肌重重 而这部剧又远出了一个内心坚韧又有主见的金城姑娘 1982年出生的王欧 已飞入近40多年级 对于女性来言 这个阶段更尬而又微妙 青春剧更不道 明的剧不够灵 卡在一个影音节点上 还好有芝麻胡同这种生活剧的出现 向好能容卖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能展现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这部剧的最大特色 就是人物具有层次感 而王欧的发挥有相当出色 当中有柔 照顾感言有情有义 南方姑娘王欧 是有种美细致 养现了本方姑娘的爆气 着实建议分工笔 除去剧门胡同 再看看同期胜任的其他剧 老中一 都挺好 主妇也要劈 说是把上霸情的 不再是一位单调汇坊 好有永远的青春偶像剧 而是一般由实力演员撑起的好作 不经让小编心畏不已 难道真是好演员时代的到来吗 看看这些剧中的吻缘变之了 瑶晨瑶晨不漂亮 但是有一种独特的梅栗 比起现在那些漂亮的女性们 瑶晨的颜值并不能打 但是有一种独特的梅栗 还不说 直到现在 托里纳中里的郭福仁除了她 小编还真能想出第二个适合的人选 搞笑的郭福仁 似乎给瑶晨贴了一个喜剧铭心的光铅 但瑶晨俏俏不是这样 前途里的郭福亭 找到你的礼节 遗婚律师的罗鹏 每个角色都不一样 可精明可冷酷 信实得到眼泡了骨子里 就这样一个好演员 也有过无戏可拍的三代时期 在一次节目中 瑶晨就说过自己事业遭到了瓶颈 39岁大龄 一过婚又再婚 她心酸地说 自己正在过气 因为铺天不地的大数据 很多导演选择演员的标准 不是演技和是流量 而瑶晨不是流量的主演 不过很庆幸 现在流量过气 瑶晨用演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都挺好你的风名义 事业型女强人的演员设定十足加分 又让这个大龄女心 穿了一片粉 曾黎曾黎最火的是哪部剧 是女的品格 这部那虚有的编撞大剧 实际肯定了曾黎的演艺 陈树 杨晨 曾黎 余曾红 每个都是用实力说话的女心 而这部剧讲的正巧触碰到这群女心的痛点 40岁大龄女心的独立生活 没有成女游人的寡达 只有四人的精彩人生 曾黎是男才女模的袁如意 是来招致欲的女鬼 每个角色都特别惊艳 人气可悲都好 但是偏偏没有大红带子 总感觉曾黎没有剧部戏 就到了大龄的阶段 观众们的吻心自不用说 而曾黎却突然有新军上线 主妇有要拼 这部新作突然让观众意识到 曾黎也是当妈当年纪了 一个女强连的形象成熟 而有自信 也算是让男友们剪大了一个大把 感谢百人没有将这个 有人纸有文记的有缘望记 艺人家徐珍曾在一场增历里面说 好有缘的冲篇就要带了 横看现在大屏的几部剧 才真是感受到 果然如此 那就请满演技和观众对话 而不是名气 和密斗